外国咖啡都没有人感受 年三年获特奖咖啡达人 反驳归真隐身云端咖啡员 严庆嘉义市又与阿里莎接壤的梅山厢 住着一位咖啡达人 他种的咖啡延续三年 获得台湾精品咖啡豆评鉴的特等奖 陈黄仁一开始种咖啡 只是为了增加收入 当初仅重近千克的咖啡树 而近种植面积广达六甲多地 如何种出得奖咖啡 他说关键因素非常多 但最重要的是人 气候有影响 背后也有影响 每个人的潮流关系都不一樣 在海拔800公尺 它因为山谷又在嘉南平原 跟阿里山山脉交接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虹口云海变化 气流变化很大 所以孕育出最好的咖啡 同样的东西 没有同样做的东西 就不同样了 甘纯 真的好喝 喝了 算喝了 所以我们不管是 如果回家都会来喝 连续三年 在夏特等奖的桂罐后 陈黄仁每因此 就扩大经营规模 反而板普桂真 选择专心照顾咖啡员 也不再参加比赛 中间也很累 然后东西 顾好稳定都好 我们就顾好就好了 对台湾的咖啡贡献很大 台北市进入了世界十大咖啡城市 就是用在里面的咖啡 讲基本是平基本 点人家的味道 感觉你是做假 城外人选择一步一脚印 接手中出好品质的精神原则 陌默在嘉义的深山里 背出一杯杯沁敌的咖啡香 多谢文 下期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